秋風企除了可以吃辣味之外還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來離島郊遊一下 今天來到長洲就去帶大家吃幾間特色的小食店 Follow me 第一站就吃一些簡單的食物 除了可以放下肚子之外 稍後還要有空間可以逃街 所以餃子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間店的餃子也蠻特別的 很多口味都很高原創性 就像咖喱薯仔餃 如果走得很累的話 就要喝一杯飲料 這間店主打賣娛樂 娛樂每天都是在店內新鮮自家製的 除了原味之外還有各種水果味 好像這個期間坦定的甘露味 就用了芒果、紅柚和柚子去做 味道酸酸甜甜也蠻好喝的 酒店近一家一間特別的特色 有有一些大面打卡腸 走過去就可以拍一張好的照片 月八季本身就是買海味 現在長得開一間小小的甜品店 因為花膠可以自吸自足 所以它做了花膠甜品 另外也有提供自家製的護原 鮮草 豆腐花等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吃炸雞 這裡的老闆是在外國做廚師 還有很久的 這次過來香港就有這間炸雞的專門 它最難手的炸雞 吃下去一點也不乾 而且是超級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